我找Intel投资啊 他不敢 1987年 张忠谋在台湾成立 崭新商业模式的台积电 专门从事晶圆制造服务 这个是一个disruptive innovation 它disrupt了这个半导体业 为什么 我等一下解释 这个2021年 Intel这个以前的霸主 宣布 他们也要做金元服务 对我来说 有相当的讽刺性 本来他们是霸主 他们老实说 看不大气 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做不大了 我是跟他们认识 所以一开始 我找国际墨投资的 我找Intel投资的 当然时机也不对 我找Intel投资的时候 到了1985年 他不敢 那一年1985年 其实是 我说实际不对了 景气不好啦 他本来的确有点看不起 台积电成立了 他倒是 Andy Rowe Gordon Moore的确帮我们相当忙 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Foundry的Business Model会变成那么重要 他们也从来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他们会要也要做金元制造 先分工出来的就是封装与测试 往往也是自己做 可是在一个低工资的台湾啦 菲律宾啦 甚至于日本 六零年代你知道日本的工资是美国的百分之五哦 我那个时候就对TI建议和莫妙到这个台湾来 TI的CEO说啊还是去日本吧 日本工资是百分之五 当然台湾是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百分之五 相差没多少啦 我倒是跟他讲说 日本的工资会很快会涨上来的 台湾工资涨上来没那么快 就到台湾来了 这个只是一个小故事 Gordon Campbell 他以前曾经设立过半导体公司 蛮成功的 可是84年他刚卖掉 他又想设立一个公司 他打电话给我 我在General Instrument 好 我们约了时间 他就来看我 我说你有business plan没有啊 他说business plan都在我脑子里 那我说这个东西啊 我要对General Instrument的董事会报告的 即使我愿意General Instrument投资会 要对董事会报告 一定要有个business plan 他说没问题没问题 两个礼拜我就寄给你 好 他就回去 他在California 我在纽约 两个礼拜过去 三个礼拜过去 没有 那我就打电话给他了 他说啊Morris 对不起 我后来没有再跟你联络 因为我不需要 五千万了 我只要五百万就够 五百万我自己凑凑就凑得起来了 我不需要你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不做晶圆制造了 那个是capital intensive 我不做晶圆制造 我就做一个设计公司 这个是我第一次听到 专门只做设计的公司 你既然有专门做设计公司 你也可以有一个专门晶圆制造的公司 我是过了一年以后才完全把它想出来 据说台积电